最难能可贵的是08-09赛季的夺冠 正好是一剑连进军NB的那一年 他也用这个冠军向世人证明了自己 没有了一剑连的广东南篮内线 依旧是不可撼动的 两人同属内线 一个是天赋报表 一个是体态憨憨 人们常说 有些人努力的终点却是天才的起点 话虽然没错 但天才也需要努力才能赢得比赛 也是从那一年 这个身高2米12的大中锋 逐渐走上各队的视野 强硬的身体素质 勤勤恳恳的防守 说不出哪里好 但却是每个球队希望得到的角色 而他强健的身体素质 与他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 苏维小时候 因为良好的身体条件 被选入当地少年体校 脸皮滑挺 2002年 他又被广东赛挺队看中 从此只身赴往广东 赛挺队的训练是出了名的艰苦枯燥 常年的体能力量训练 造就了现在如今球风硬朗他 训练之余 苏维和队友们舒缓疲劳 发泄郁闷的方式 就是打篮球 一年之后 苏维的个头长到了两米 对于篮球的热爱也与日俱增 那一年 他才刚满14岁 或许是过早地离家 独立生活 使他的思想 比同龄人更早地成熟 年少的我 没得选 每天的训练沉闷枯燥 或许我根本就不爱皮划挺 此时的他摸着手中的篮球 坐在篮球场边的树荫下 一阵微风起来 让刚打完满身汗水的自己 惬意无比 这一刻他决定了 我要去打篮球 而刚好的是 广东赛挺队的训练基地 在距离广州 只有几小时的车程 2003年 苏伟茅随自建 来到了广东宏远二队 当时时用红远二队的主教练张正明 盯着这个从皮划挺队 翘刻过来的小青年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身高两米 皮划挺队待两年 体格练得相当壮实 留下吧 一切来的就是这么顺理成章 为什么选择红远 我想 除了这是离得最近的职业球队外 那个才比自己将将大两岁的易建连 此刻已经是广东红远的主力 03赛季 16岁的阿联初次参加CBA联赛 助队夺得常规赛冠军 总决赛亚军 个人也夺得了寇兰大赛亚军 联赛最佳新人 或许在内心深处 苏伟已经把阿联定为自己想要追赶的目标 正所谓同为少年郎 只待他日春风化雨 来日方长 做不到同场竞技 那我们就一起征战四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